倒计十七天 画面实在是太清晰了 不满斑驳血迹的丧尸向我扑过来 清白灰败的面孔逐渐放大 不知道被咬到了哪里 我就没了意识 现在我醒来的时候正是傍晚 大学毕业后 我选择了做一名主播 习惯了下午睡觉 醒了以后就开始直播 刚刚的画面我不确定剩是个梦 但是有个情节记得很清楚 如果是重新来过的话 那今天晚上就会有粉丝他房 之所以记得清楚 完全是因为我还粉过该明星 童年滤镜太完美 让我记忆深刻了点 等到了九点 一条热搜突然引爆 这某带外是重生 七天后将会爆发一场 全球性的灾难丧失病毒 一开始只是个别沿海城市出现 被官方紧急辟谣 我向来不关注这些子虚乌有的东西 随着大流在网上喊了几声 相信科学后就不再关注 仅仅三天 只要三天 丧失病毒便已控制不住 一开始还有官方利用 无人机喊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 几天后连无人机都销声匿迹 上辈子我凭着囤积的零食 平安活过了一个半月 随着零食的耗空 不得不出门寻找物资 还没走出小区 便被丧失扑倒在地 惨是真的惨 上辈子信号断得太快 最让我放不下的就是 到死也不知道父母安不安全 想到这儿 我连忙给父母打了电话 喂 爸妈 最近A是下雪了 你们能不能过来看看我 我想吃饺子 妈你过来帮我包点 爸妈是那种典型的中国式家长 一边嫌弃着我 干啥啥不会 都这么大了 还不会包饺子 一边硬着明天就过来 所幸的是 父母就住在隔壁的壁市 赶过来也不需要太多时间 早点把他们接到身边 早点安心 爸妈从教师岗位退休后 就开始在家养老 我无数次提出 要把他们接过来 他们总觉得 过来会拖累我 死活不乐意 每隔一个多月 过来看看我一次 带上一车吃的 想到这里 我又急忙给我爸发了条微信 爸 别忘了我爱吃的香肠 香肠这东西放得久 不放冰箱也不会坏 上辈子似乎是丧失第三天 还是第四天停了电 我急急忙忙 在A4纸上记下电的问题 A4纸已经记得满满当当 自从大学论文写完 再没有这番强大的脑力活动 说实话 大学论文都没这么累 毕竟这和小命直接挂钩啊 真的太久没有动脑了 哪怕下午睡了一觉 现在依旧困得不行 将A4纸压在枕头下 想了想 明天还有场硬仗要打 就沉沉睡了过去 首先是加固门窗 我家在21楼 大学毕业后 通过主播收入买了这个顶楼 实不相瞒 当初实在是因为兜里没钱 又想着自己长大了 不好意思再让父母掏钱 就买了个远离市中心的位置 不曾想末日来临的时候 自己这个小区法而安全 小区附近超市不多 但好在有个仓储型超市 卖得龙 这样想着 我就急忙给安装公司打电话 让师傅过来加固门窗 姑娘 你这门已经够牢固了 都和银行保险门一样了 不需要加固了呀 这门是我爸执意要给我换的 说什么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不安全 按照我自己的想法 肯定是不喜欢这种厚重的门 可惜当初没有争过我爸 我又让师傅把家里的所有玻璃 换成最高级别的防弹玻璃 还要贴一层单向膜 本来要三天才能完工的 我直接多塞了一万块钱 几个师傅笑的眼睛都要眯起来了 师傅 这争取今天下午完工行吗 我妈要过来 她有受迫害妄想症 许事看我是我不差钱的主 其中一个师傅还多问了句 要不要装护栏 装 我不会开车 这给采购物资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当初读大学的时候 被我爸逼着学过 起初还抱着一腔热血 直到被家校教练骂到怀疑人生 科二又连着挂了五次 终于放弃了 为了让我爸不骂我 我还给他洗脑 不怕 未来无人驾驶技术就成熟了 我先是打车去了麦德龙 路上的时候 用网银支付宝等APP查看 还有多少钱 这些年做主播的收入很可观 零零总总加起来 还有七十多万 等父母过来了 再和父母他们说 加上父母那儿的 估计一百五十万是有的 要买的东西实在是多 又不敢选送货上门 漠视之下 最恐怖的就是人 我直奔素食食品区 本来这些东西可以网购的 分批次不同地点买 但难就难在 我所在的A市 今年疫情不断 迄今为止 还有两个疫情防控区 快递进不来 我直接将货架上的素食食品 扫荡一空 大概一百五十盒自热火锅 一百盒自热米饭 五十多份桶装的 淮南牛肉汤和鸭血粉丝汤 索性仓储型超市的购物车 都非常大 我直接推了两个 排队付款的时候 正好接到了我爸的电话 别看我爸年纪大了 他可是有大车驾驶证的 我随便编个理由 就把我爸叫过来了 爸 你去租个货车过来 卖的龙这边 对对对 我不是做主播的吗 打算弄个抽奖 安装工人发信息过来说 防弹玻璃换好了 王二话不说 就把钱截了过去 还添了一句 最近疫情又严重了 师傅你们多买点吃的在家 马上我爸要过来 这样就可以多买点东西了 于是我立马把没结账的东西 交给李货员让看着一下 推着购物车 就开始了新一轮采购 酸奶十箱 一箱十二瓶 气泡水十五箱 一箱十二瓶 泡面二十箱 一箱二十四代 薯片一百合 手撕面包二十箱 豆奶粉五十包 黑芝麻糊五十包 想着下午 就开始弄得太阳能电板 又买了五十斤猪肉 五十斤牛肉 五十斤羊肉 家里冰箱实在是小 还得去买两个大冰柜 这些东西肯定不够 虽然麦德龙是仓储是超市 也不好再买太多东西 得多加购买 刚付完钱 爸就开着大货车来了 看见超市工作人员 一趟一趟往车上搬东西 我爸还笑着 打去了一句 闺女 你这是大出血呀 得送多少东西 刚上车我就发现 我爸这个老头子 严肃了起来 琴琴到底怎么了 家里玻璃也换了 又买了这么多东西 还火急火燎的 把我和你妈叫过来 关于这个问题 我昨晚想过了 编理由编的我实在头疼 我也甚至瞒不过他们 故而就决定实话实说 爸妈他们年纪大了 又都是经过饥荒年代的 许是后来做了高中老师 天天接触着新时代的孩子们 有时候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 甚至比我还强 听到我说 上辈子是死在小区里的 我爸眼眶都红了 或许死亡离得很远 但父母总能供请你的苦楚 我爸属于风风火火的行动派 一边和我说着 一边就打电话给我妈 这让我昨晚担忧了 一晚上的理由问题 就这样解决了 货车空间还剩下三分之一 跟着导航直奔菜市场 又在菜市场买了一堆 土豆石带成150千克 白菜石带成150千克 苹果石箱乘20kg 橙子石箱乘20kg 我记得之前大学时候 看丧尸囤货文 那些主角都是会养鸡的 连忙把这个想法 跟我爸说了一下 不行 鸡会有声音 目光一转我就看到了鱼 一拍手 我们养鱼 今天是周三 小区里大部分人都出去上班了 加之小区位置偏 入住率不高 一家三口 把物资一趟一趟 搬到自带的小阁楼 倒也没引起人注意 我妈是个生物老师 看了一眼已有的物资 提出可以买些种子回来 家里缺的东西还是太多了 留了我妈在家收拾 我和我爸两个人 又急急忙忙出去了 我们直奔A市另一个区的山姆 这次有了我爸 这个活了半辈子的人 买东西就有条理多了 大米20带乘20千克 面粉20带乘20千克 水果罐头50箱 一箱20个 各种肉类罐头个30箱 一箱20个 挂面50包 矿泉水50箱 一箱12瓶 面包15箱 洗衣液50瓶乘2L 可能用不了这么多 毕竟后期水成了奢侈品 但是我妈有轻微洁脾 实在不行 可以净化鱼水 A市虽处于北方 但可能是北方的叛徒 鱼可是相当的多 牙刷50只 牙膏50只 但黄苏20盒 一盒6个 火腿长50代 卫生巾直接将货架上的扫荡一空 看了看这个数量 估摸再怎么着 也够我用到绝精了 这边麦德龙离家远 我又是主播工作 在A市没什么人认识我 索性放开了采购 想到丧事爆发后不久就停电了 天然气也没了 我这个小废物 连忙让我霸装太阳能电板 它是个高中物理老师 这点小问题自然难不倒它 天然气如果没了 家里的锅就用不了了 一想到这 我又急急忙忙买了 五个空气炸锅 五个可以炒菜的小锅 五个电饭包 又拿了两个吃火锅用的电磁炉 结账的时候 我爸演技上线 请请啊 你们老板真不会做事 给慈善机构捐款就算了 怎么想起来捐物资的 捐物资就算了 还让你一个女孩子过来买 我们买的东西实在是多 收银员笑的眼睛都要眯起来了 肯定是要捐给疫情区的 这几年时不时的 就有公司过来买 让工作人员把东西搬上货车后 我和我爸两个人又直奔商场 这还是我妈提醒的 这丧尸都能爆发 谁知道天气会不会反常呢 虽然A市是北方 但万一遇到什么极端天气呢 每人夏季睡衣五套 冬季睡衣五套 家居服十套 每人夏季拖鞋十双 冬季棉拖十双 每人运动鞋七双 回家的时候 发现家里的静音已经在做了 许是因为我妈钱给的多 就这么一百多平的房子 来了八九个师傅 趁着没人注意 我问我妈东西放哪了 天台 这是小区居民心照不宣的秘密 天台向来是属于顶层的 当初这套房子买的时候 我还去天台看过 因为楼层建的高 天台高度足足有一米六 这栋楼又是附近的最高层 上天台的话 只要弯着腰就不会被发现 幸亏有爸妈他们 我是真的没想到 要做隔音什么的 钱给到位了 速度自然就快起来了 到晚上八点多就完工了 送走安装师傅后 一家人把东西从天台运到阁楼 再把卡车里的东西运上来 我们还得买些药 还要买点复合维生素 水也不够 这样 秦秦 明天你和你爸两个人去买水 多跑几家 一家少买些 我明天去买种子泥土什么的 就怕因为疫情 没有哪家药店敢卖抗生素 我沉默了一下 这药什么的可能真的不缺 跑进屋里把两个药箱爆了出来 那个 妈你忘了 你和我爸每次来的时候 都给我带特别多的药 还都是最新日期的 最近一次好像是十天前的 看着满满两个药箱的药 一家人放心 虽然我和你爸没高血压什么的 但是还是要买点以防万一 我和我爸两个人 忙着把天台上物资搬下来 今天实在是累了 我妈随便煮了点面就对付了 第二天一早 又随便喝了点奶粉 吃了点面包就出门了 倒计时六天 爸 别忘了太阳能电板 还有大冰柜 大冰柜可以放书房 书房空间放两个大冰柜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说干就干 两人先直奔商场 去买了两个大冰柜 又去买了几套太阳能装置 无它 怕一套坏了 虽说我爸说它会修 但万一呢 买太阳能装置的时候 又跑去隔壁 买几个厚厚的遮光帘 货车里空间还有剩余 我又带着我爸直奔去买水 饮用水石筒成19L 矿泉水石提成12瓶 又跑去把我妈买的东西装上 各类种子50包 包括白菜 小青菜 土豆 西红柿 黄瓜等好养活的蔬果 还没有打的小麦 时代成30千克 这些保质漆长 实在不行手工膜 鸡胸肉50千克 鸡翅20千克 这些就把货车装满了 回去的路上 又跑去药店 买些不占空间的药 什么维生素 高血压药等等 多加少量购买 还买了20支皮烟瓶 10支地耐得 20瓶为一乳 一个上午的时间 就这样过去了 还好电梯空间还可以 可以放了下冰柜 我们一次一次的 把东西搬了上去 随便吃了点午饭 我妈体能实在是跟不上了 就留了下来整理东西 我和我爸两个人 继续出去采购 这次直奔欧上等大型超市 延70包 酱油10箱成12瓶 醋5箱成12瓶 又买了黄豆 后期如果酱油吃完了 可以酿酱油 在我小时候 我妈工作还不忙的时候酿过 至此 手中的大润发 永辉 800半 三家超市的购物券 都用完了 嘿嘿 我也不知道 居然积累了这么多购物券 倒计15天 今天的任务就轻松多了 目前为止 家里就缺水了 水这东西得多次购买 哦对了 还得买些防身工具 做好万全的打算 我们开着货车 又去买了50桶水 一桶19L 我又去买了几把菜刀 几把防身的小刀 路过健身房的时候 突发奇想 买个跑步机放家里 每天都跑一会儿 不然体质跟不上 虽然我们已经 尽量做了万全的打算 但万一呢 一想到这儿 我又去4S店转了转 看中了一款房车 销售人员吹得天花乱坠 说什么防弹级别的 底盘还高 很安全什么什么的 昨天家里吃饭的时候 我说过 实在不行就得走 买辆安全系数高的车 是必要的 跟着销售人员 去办了手续 约好了三天以后 过来提车 回家以后 发现我妈 今天出去买了许多柠檬 这东西放得久 只要放冰箱就行 这算是未来苹果橙子吃完 西红柿还没成熟 那段时期的维生素补充了 倒计14天的时候 我爸拉着我妈出去 又补充了许多的物资 也不知道 我爸怎么办到的 居然还买了几捧汽油回来 等房车开回来了 放房车上 万一情况不好 我们就走 往后几天 我尽可能天天开直播 各种提醒大家囤点物资 原谅我多的没法说 我实在是太渺小了 我只想和我家人好好的 真的做不了就是主 到家以后 我妈照常去整理物资 我爸去天台继续完工焊测 家里除了走路睡觉的地方 其他地方已经摆满了物资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他们去世早 爸妈他们也没有别的兄弟姐妹 这个不用操心 到时有不少同事 我妈暗示了几个玩得好的同事 多买点东西在家里 用的是老一套疫情又严重了 有备无患吗 我妈严厉了一辈子 这么一说 可信度可高了 也不是不想明说 而是这件事真的很不科学 如果不是对我的盲目相信 我的家人也不可能相信 爸妈他们住的是高中学校 集中买的家属楼 人多不说 而且又是闹市区 老小区 安全系数也不行 这才决定在A市 当然 这是我跟他们解释 叫他们过来的原因 家里林林总总饮用水 买了200桶 除了各种矿泉水饮料什么的 还买了几个大的接水装置 净水片什么的 也买了不少 水的问题不用担心 几天前 我爸已经把太阳能电板接好了 试了一下没问题后 就把冰箱 和两个大冰柜的电源接了过去 难就难在垃圾问题 我打听到隔壁没有人住 索性把隔壁租了下来 专门放垃圾 卫生问题一定要处理好 倒计时还有一天的时候 网上宛如上被子一样 沿海地区出现了什么恶性商人事件 一家人相互对视一眼 我爸拿出五金店买的大锁 将19层到21层的楼倒锁了起来 经过这些天的观察 这几层是没有人的 爸 妈 我们一定可以好好的 丧尸爆发 从微博出现这件事以后 家里安排的值班 主要是 我也忘了 大概什么时候A市出现了丧尸 趁着还有网 一家三口连忙把手机iPad什么的 拿出来下载综艺和电视剧 我妈还买了一堆书回来 说是生命不惜学习不止 学不学习的不知道 反正供过着这堆书杂人 肯定是疼的 今天是我值班 一边看着知否 一边向窗外望着 有了上辈子的丰富经验 我知道这些丧尸对光特别敏感 一到晚上 家里都不再开灯了 这一招 不但防丧尸 还防人 突然 我发现小区门口的保安 跌跌撞撞的向这边跑过来 后面还跟着两个一身血气的人 保安一边跑一边喊救命 实在是太晚了 凌晨两点多 除了我估计再没有别人看见了 不是不想救 而是真没有救的必要了 我自小视力好 小区里又都是路灯 已经模模糊糊的看到 保安的手臂血迹斑驳 估计只用了不到两分钟 保安不再喊救命 而是无头苍蝇一般到处晃 我一边拨通了110报警电话 把小区的情况讲了下 一边跑回屋里还醒了爸妈 我爸还好 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快得很 我妈就不行了 被吓了一下才开口 这些东西还会变成人吗 不用我回答 相信我爸妈他们也知道答案了 倒是我爸看我妈害怕 揽着我妈的肩安慰着我妈 怕什么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就算天塌了 也还有我保护你们娘两个 这一闹估计是睡不着了 我们干脆直接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把这些事情集中讲了一下 要想一击毙命 只能攻击丧尸的头部 打其他地方是没有用的 他们已经没有痛绝了 放心吧 这些东西 我和你妈前些天看行尸走肉 已经了解了 见爸妈情绪稳定下来了 我深吸一口气 说了最后一件事 爸 妈 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说 默示之下 最恐怖的是人心 我们只能保障自己的安全 当不了救世主 我知道你们当了一辈子的老师 但是这是默示 要保障自己 幸好我爸妈不是那种 善心泛滥的人 两人对视一眼 就缓慢而坚定地点了点头 你放心 我们明白 只要我们一家人好好的 丧尸爆发第一天 我值班一直到早上六点 一时睡不着 索性等我妈做好早饭吃完再睡 七点五十多的时候 有人开始出门上班 我心里暗道不好 就看见对门单元楼 有个男人夹着公文包出了单元楼 许是现代年轻人的通病 一边走路 一边玩手机 完全没注意到 身后有人扑过来 咬住他胳膊就不松口 草 你他妈的有病呢 随着骂声 另一个丧尸也过来了 男人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一边朝单元楼跑 一边喊救命 不知道哪出来 沉练的一个大爷 直接上前 将两个丧尸放倒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就被刚刚那男人扑倒在地 起开起开 下面的场景我不愿再看 大早上出门上班的不少 换言之 伤亡必然不少 小区居民终于发现了不对 再没有人出来了 困意上来了 我交代了父母几句 就跑回房间睡觉了 中午醒来的时候 我妈已经把饭做好了 现在丧尸刚刚爆发 水电什么的还在稳定运行 但昨晚已经说过 抽油烟机还是不要开了 抽油烟机运行声音大 丧尸是小事 毕竟那玩意儿没有智商 就怕引来幸存者 就凭我们三人这体力值 妥妥的给人送菜 生活质量低就低点 就凭我们的物资存储率 一定可以等来救援 如果物资耗完了 救援也没来 那我们也活不下去 和上辈子不同的一点就是 这辈子到现在 居然还没断信号 小区的业主群里 正在统计家家户户的 幸存者情况 现在丧尸刚爆发 总是有人幻想着 秩序还没有崩溃 我和我爸商量了一下 我们就别报了 反正物资够 而且我们人少 万一有人上门 抢怎么办 我深以为然 我洗脸的时候 我妈一边盛饭一边说 早上看群里说了 他们都活得不错 她说的群 是她之前的那些同事 我妈明里暗里的暗示过 大家都存储了一些物资 中午的饭 是炒白菜和西红柿牛肉 吃完了饭 每人还分到了一个成子 等吃完饭后 我去盯烧 秦秦和你爸 轮流去跑步机上跑步 就在这时 我手机突然响了 是视频通话 视频通话声音极大 我急忙调小了音量 切到了语音模式 是小区的一个物业管理人员 喂 业主你在家吗 我们在统计幸存者 怎么没看到 你回复 一家人对视一眼 哦 我不在家 我在老家呢 那就行那就行 挂了电话后 几人对视一眼 你说 他打视频 电话过来几个意思 我爸反应极快 我想起来了 前几天我和你妈 开房车去买东西 回来的时候 遇见了一个人 问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干嘛 这件事可大可小 三人立马放下了碗筷 虽说几天前 我就以电梯卡丢了为理由 把另一张电梯卡要过来了 但是就怕万一 这个小区是一提两户制 没有电梯卡 根本上不来 秦秦 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停电的吗 大概还有两三天 坏了 我爸先出门 把电梯停在了21楼 然后直接让电梯断了电 虽说这样做很不人道 但是没办法了 只要我们一家能好好的 说实话 我们并不知道 这栋楼住了几户人家 没停电梯 就是考虑到了别人的逃生什么的 其实这样也好 还是楼梯安全些 电梯遇到突发状况就完了 我们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我不是圣母 不会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 而想着让别人逃生 但还是莫名不舒服 秦秦 别想了 我之前和你爸看过了 电梯虽然可以直达地下停车场 但是电梯间乌漆麻黑的 危险系数反而大 走楼梯的话 无论是上还是下 逃生的可能性都更高 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吃完饭 我爸就提着花洒 去给泡沫箱里的种子浇水了 因为是白天 阳台的厚厚的遮光帘 打开了一角 极小的一角 只够阳光洒进来的一角 水还没浇完 就看见了不远处 似乎有无人机飞过来 随着无人机飞过来的 还有自动播放的广播 各位居民 我们遇上了空前的灾难 请大家居家 等待ZF救援 请大家相信我们 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 说实话 我真的很好奇 为什么我上辈子到死都没有等来救援 我实在是太普通了 太渺小了 也太自私了 就算重来一时 我也只是想着一家人好好活着 交完了谁 我就开始看前几天下载好的防身术 小区的喇叭突然响了起来 各位业主 请让我们相信会有希望的 刹那间 四面八方的丧尸 开始无头苍蝇一样 找声音来源 小区的喇叭是装在个单元门口的 我也不是很能理解 21世纪了 什么事不能通过手机解决 为什么要装这个喇叭 随着这喇叭一响 靠近这栋的丧尸 瞬间没了上来 我不禁在心里骂离具神经病 秦秦 他们会上来吗 这件事我倒是不记得了 上辈子只有我一个人 白天被吓得不行了 就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妈 你别担心 我们在21楼呢 没事的 话是这样说的 我心里也没底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喇叭不响了 丧尸又像群屋头苍蝇一样了 我眼尖地发现了 今天早上夹着公文包 出去上班的那个男性 只见他胳膊上一片血迹 到处乱逛 身上还穿着西装 看起来像白领 可惜了 末世爆发的第三天 还是只有每日的无人机喊话 让大家居家不要放弃 而救援迟迟未来 住在这一片的年轻人 大都是在附近一个大厂工作的 年轻人嘛 没有多少人有屯粮习惯的 上辈子 我要不是双十一屯的零食多 加之厂商送的东西 也压根活不过一个月 早上爸爸值班的时候 就看见对面隔壁的单元楼里 跑出来一男一女 全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 行动小心翼翼 大概在13楼这样的位置窗户被打开 冒出来一老一哨两个脑袋 只见那个小孩 大概十二三岁的样子 手里抓着一个无人机 无人机尾部带了一个手机 看那一男一女下去了 连忙将无人机起飞 往相反方向飞去 不是所有人的车 都停在地下停车场 也有一部分停在小区里的路旁 往相反方向飞的无人机 突然发出了响声 那响声足够大 一下子将丧失全都吸引了过去 跑出来的一男一女 抓紧时间上了车 那是一辆SUV 我对这一男一女印象很深 他们是第一批出去寻找物资 且安全回来的 带回来的物资可不少 反正我记得 上辈子死之前 这户人家好像都没有在外出 果不其然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 这对夫妻就开着车回来 那小男孩一直盯着小区门口看 见到自家的车了 连忙又往相反的方向 放飞了无人机 这对夫妻成果颇风 后备箱和后座塞得满满的 估计除了坐人的地方 其他地方都塞满了 和上辈子一样 只见夫妻俩把东西送上去后 又回头了 我知道 他们要去找太阳能电板了 而且会开回来两辆车 从各种方面来说 这对夫妻的胆破 足以让人佩服 再过不了多久 当居民物资耗空 而且物资搜索难度也会增大 大概下午两点多那会儿 夫妻俩开着两辆车回来了 那男的开的是一辆货车 女的开的自家的SUV 附近的丧尸早已被小男孩引走 那对夫妻连忙往楼上运货 那辆货车里全部都是水和大米 我这辈子活得安逸 可以更细致地看 那对夫妻带回来的东西 太阳能电板 各类罐头 米面粮油 生活用品 甚至我还发现了种子和泥土 哦对了 他们还带回来了一大包土豆 土豆这东西好重 到后期完全可以当作粮食 那女的打开了副驾的门 里面是满满一大包的药 虽然上辈子就知道 他们安全到家了 但是我还是松了一口气 那对夫妻应该是安全到家了 想得还把无人机收了回来 关上窗户 这对夫妻向外释放了一个信号 那就是快点出去寻找物资 趁着现在丧失没有那么多 趁着现在外面还有物资 我妈也不看电视了 专心地盯着那户人家 看他们平安到家了 松了一口气 还是他们有胆识啊 他们更有胆识的是在今晚 那对夫妻还会出去一趟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们可能搬空了整个麦德龙 晚上11点多的时候 轮到我值班 只见下午刚刚回来的那对夫妻又出去了 那个小男孩操纵了无人机往远方飞去 甚至还在无人机上弄了一个小小的灯光 卯足了镜给他爸爸妈妈保驾护航 说实话 我虽然不知道现在外面是个什么光景 但是就凭这对夫妻两次平安无事地返回来看 这对夫妻的武力值是不弱的 果不其然 他们这次足足运了两大卡车 一次就是两卡车的物资 最后一次 这对夫妻将卡车开了回去 开了自家的SUV返回 一直闹腾到凌晨近五点的时候才折腾完 一般家里有老人小孩的 门窗这些应该都是最高级别的 这样想来 这户人家可能也可以躺到最后 妈妈当了许多年高中老师 甚至兼任了多年的班主任 每天早上不到六点 便被生物中叫醒了 我把这件事给我妈讲了讲 她叹了口气 大家都不容易啊 丧尸爆发的第四天早上 停水停电了 一开始只是停水 烧饭正准备加少水 发现水龙头已经放不出水了 正在洗漱的老头 嘴里还有一嘴的泡泡 接着就是停电 我爸一边看着电视 一边感叹了一番 这样一来 普通居民的生活将会更加困难 就算是想出去寻找物资 可是现在居民楼都178层 当代年轻人又普遍缺乏锻炼 找回来的东西一层层搬上去 或许就要了老命了 这还是最好的情况 万一哪一层有丧失呢 下午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网也断了 小区业主群的消息 截止到今天上午 还是一如既往的 请大家等待救援 这一切对我们家来说影响不大 我爸那个老头 还乐呵呵的看电视 一边看着 一边还和我妈强调 这个武林高手姓许 和我一个姓 说不定500年前还是一家 自从早上停电后 家里就再没有开灯了 特殊时期 生活质量可以降一点 一定要保证小命的安全 无人机又飞过来了一次 依旧是老套的 请大家等待救援 这次还增加了一句 会投放物资 一听到这句 不知哪栋楼突然传出了欢呼 我爸眼间的发现 正对面的那栋单元楼的门禁 是坏掉的 就是那个西装男子出来的那栋 这种事情放在末世前是小事 末世时 这可就要命了 这无疑是少离虫生命保障 尤其是对面那栋楼里 还作死一般的传出了争吵声 那声音之大 一下子就吸引过来三只丧尸 只见三只丧尸 无头苍蝇一样 撞了一个门禁 坏掉的门禁 一下子就被撞开了 对面那栋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声音消失了 可是丧尸却还在那栋楼里 丧尸虽然不会坐电梯 爬楼梯很笨拙 但是会根据本能 不怕死不怕累的前进 这三只丧尸 必然会给这栋楼人们的逃生 和寻找物资 带来极大的危险 丧尸爆发第六天 对面那栋楼里 跑出来了一男一女 看起来极其年轻 两人动作小心翼翼的 一边接近车 一边四处看 突然 那男的踩到了一拉罐 楼里的丧尸瞬间冲了出来 那男的把那女的往后一推 自顾自地往前跑 我爸一边看一边骂 那女的显然也是没有料到 被丧尸扑倒的时候 还睁了眼睛 看着那男的方向 那男的已经上了车 正准备关车门的时候 不知道哪来的丧尸 静止扑了上去 这一幕过于沉重 导致大家早上吃饭的时候 都吃不下多少 一家人就这样陷入了沉默 如果早上那个男的 就那个女的 说不定两个人都不会死 我还没想好 怎么安慰爸妈 我爸就开口了 我们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我们家战斗力不行 真日常危险了 我怕我保护不了你们娘两个 到时候我死不瞑目 原来我爸最担心的是这个 我只得撒娇卖萌的 给我爸添了点饭 那爸你可得好好保重身体 万一你倒下了 我和我妈两个人可怎么办啊 从今天开始 每人在跑步机上的时间 延长十分钟 我爸宣布完这个决定后 就开始闷头吃饭了 自从停电以后 家里每晚值班 都是只留一盏小台灯 我晚上值班的时候突然想到 对面隔壁那栋楼的那家人 真的是住在十三楼吗 每次电梯上去又下来的时间 可不像是从十三楼下来的 倒是像从十六七楼这样下来的 刚买这栋房子的时候 就听小区一个销售提起过 这个小区里有户人家很有钱 买了七层楼 说是打算租出去的 这一片有一个大厂 另有几个大厂还在建设中 如果没有这次意外的话 可能明年开春就开始招人了 当代大厂996的生活以及房补 让年轻人更愿意在附近租房 那户人家倒是真的聪明 知道自己带回来那么多东西 势必会引起注意 索性直接来个角兔三窟 在十三楼随意一气点物资 就足以让人上门争抢 他们再居住在另一层 锁上所有安全门 电梯又停了 这样一想 那户人家真的会很安全 丧尸爆发的第八天 早上我刚吃完饭 打算去睡觉的时候 发现有人从那栋楼里出来了 身上背着背包 一行五个人 弯着腰向小区门口走 想来应该是车停在门口 打算外逃的 但是他们逃出去就会发现 外面还是一样的 那是丧尸的狂欢 个人的力量如何能与之相比较 五个人走得万般小心 还没走远 我听到刚刚他们出来的那栋楼里 传出了响声 那是调到最大的手机闹铃 想必是他们走之前 设置好了时间 替他们引走丧尸 但这样一来 万一那栋楼里还有别的幸存者 很有可能会死在在丧尸口中 我妈逃米的时候 也凑过来看了看 看到了这种行为 摇了摇头 就自己的命是命呗 果不其然 那几个人刚出了小区 我就听到了一阵一阵的求救声 应该是那栋楼的低层 哪户人家被丧尸攻破了 突然 我看到那栋楼里 冲出两个拿斧子的男人 斧子上都是血迹 两人对视一眼 就向那小区门口狂奔 真好啊 武力值不错的人 总不会活得太差 下午的时候 我爸又开始悠哉悠哉地 给种下的种子浇水 A是迎来了丧尸 爆发后的第一场雪 A是地处北方 冬天的雪倒是不少 末世前的那场雪早就化掉了 我妈找了两床被子出来 一床夹在了我床上 像A是这类北方城市 冬天靠的都是地暖 不然实在是太冷了 简直活不下去 但如今这个条件 只能多盖点被子 多穿点衣服了 见我爸一边盯梢 一边不住地搓手 我倒了杯热水过去 突然听到他打了个喷嚏 顿时一家三口如临大敌 没有别的原因 我们的药真的不算多 虽然买了很多中药回来 还买了相关的书 但我妈还没完全看明白 我妈急忙充了三酒充剂 给我爸喝下去 然后赶着我爸去睡觉了 老许你快去顺睡 末世之下 身体就是本钱 索性到晚间 我爸醒的时候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我妈收拾厨房的时候 翻到了几包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 买到的火锅底料 又看了看 冰箱里还有几包肥牛和丸子 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决定暖暖活活吃个火锅 吃火锅的确是奢侈 但偶尔吃一次就吃吧 吃了暖活 先拿丸子铺底 煮开以后开始下菜 家里白菜和土豆 买得着实很多 我妈前几日 板着指头算过了 到明年种的那些菜成熟了 估计买的这些也吃不完 我爸怕种子被冻坏了 连忙找了军大衣出来 捡了几个口子 给透气 然后就盖在了种子上面 红油汤底 就是YYDS 这段时间吃得有点清淡 如今被这个腊味一击 我顿时觉得 自己可以吃下一整只牛 实在是太香了 一家人也不敢开窗通风 就一边吃一边 被蒸汽蒸的眼睛都要蒸不开了 就算这样 还是吃得一场开心 吃到最后 我妈突然提了一句 还有五六天就过年了 老一辈对过年向来看重 还有五六天就过年了 如果丧失没有爆发 我现在应该已经回家了吧 在家躺失 天天被我妈闲 睡醒了吃 吃饱了睡 听着我妈叙叙叨叨地讲着催婚 茶几上摆着花生瓜子 可是现在一家人只能想着 在末世之下活下去 妈 我们包点饺子吧 反正面粉买得多 肉的话 明年养的鱼 行 这场雪连着下了两天 我看到有七八个人打算冲出小区 但可惜的是 大部分都死在了丧尸口中 天太冷 人的活动受阻 但是对丧尸这种 什么都不晓得的物种来说 毫无影响 通过这几天的观察 我发现那个精英男丧尸 好像衰弱了很多 应该是太久 没有摄入能量了 我把这个事情 跟我妈讲了一下 她拿张纸过来 列了几个我看不懂的化学方程式 想必有些人早就发现了 现在看来 解决掉丧尸 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救援 忘了说了 从丧尸爆发的第六天开始 就没有无人机飞来了 年三十那天 一家人热热闹闹的一起包了饺子 我吃着白菜猪肉馅的饺子 本想再喝个可乐的 又想到现在天气冷的不寻常 万一喝了可乐闹肚子 就真的不值了 半夜一家三口难得的都没睡 打算一起守个岁 iPad投屏了某一年的春晚 我突然自己听到了车的引擎声 像是那种经过改装的越野车 发出那种让人害怕的轰鸣 我连忙跳起来看向窗口 我妈速度极快地关了电视 客厅按了下来 静了下来 一家三口趴在窗口 看着一行五六辆越野车 开进了小区 这才是丧尸爆发的第十六天 哪怕我爸早就说过 可能很多不法分子 把这个末日当成狂欢 但是这未免也太早了吧 不是我们把这行车队想成坏人 而是这行车队一进来 就开车堵住了小区 借着小区微弱的路灯 小区的路灯是太阳能电板 看到他们从一辆车上 拽出来两个女的 那两个女人身上穿得破破烂烂 看他们那个态度 想必这两个女人 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他们居然有枪 要知道 我国是不允许公民持枪的 这枪是哪来的 其中一个拿着枪一下 击毙了一个丧尸 幸亏这里丧尸不多 万一这儿是闹市区 这一枪可得引来不少丧尸 前世的具体事情 我已经记不太清了 只记得 他们不知道从什么起 就开始搜刮小区 在三四天内 死的人估计有二三十 最后是血腥味 引来了丧尸 他们虽有枪 可敌不过那么多丧尸 最后也成了丧尸的一份子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最终小区里的丧尸数量暴增 他们 留不得 我对爸妈把这件事情 简单讲了一下 我爸沉思了一会儿 这些丧尸对声音和气味敏感 我有办法引来丧尸 可是 丧尸如何离开呢 难道让这些丧尸 一直在小区里面游荡吗 爸说的没错 可是 我们必须早做打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们应该明天下午 就开始搜刮小区了 我就怕这辈子出什么变故 一家三口 皆是心事重重 而且 就算我们可以引来丧尸 也千万不能暴露我们的位置 万一被小区其他人看到了 怎么办 屋里实在是太暗了 莫名的 让我觉得害怕 怕自己重来一世 依旧做不了什么 怕自己保护不了父母 怕和上辈子一样 还是成了丧尸的口中餐 我妈突然灵光一闪 气味对吧 我可以用现有的东西 制出和血腥味差不多的东西 持续时间大概三个小时 利用这三小时 引来的丧尸 应该就足够了 等三个小时过去了 我们再利用无人机 往别的无人的地方 投放血腥器 应该大概可以吧 对不起 我是化学白痴 我胡粥的 对了 我妈毕竟是个高中生物老师 要知道 对大部分人来说 高中是知识储存的巅峰期 数里化三门又不分家 我妈既然说可以 想必是有十足时的把握 无人机还是之前 闲得没事的时候买的 当时纯粹是因为网上风大 就跟风买了一个 万万没想到 这会儿用上了 无人机飞行直径是八公里 正好附近三公里处有个水库 附近荒芜人烟 可以投放到那里 我妈还兴致冲冲地补了一句 如果太远了 气味不行的话 我们可以操纵无人机 往水库那边的方向 一路上多投几次 慢慢耗 直到把丧失耗过去 既想到了办法 我留下值班后 就赶了爸妈去睡觉 明天一早就实行这个计划 第二天一早 天没亮 我妈就起了 自从断网断电以后 家里挂着的石英中 倒是派上了用场 这才早上五点 妈 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我得抓紧给外面那群人了结了 不然睡觉都不安稳 说着就去了小阁楼 当初囤物资的时候 我妈砸七砸八的买了不少 就想着 末日之下实在不行 只能自己自足 不如多买一点 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 我妈刚进阁楼 我爸也起了 见我妈那边忙得很 自觉进厨房烧饭 简简单单煮了个粥 又弄了个鸡蛋饼 煎了里脊肉 用来裹鸡蛋饼 刷了点甜面酱 正要端出去的时候 我妈的试剂也配好了 我去杂物间 急忙找了无人机出来 化学试剂总体呈红色 再找出姨妈筋扔进去 然后夹了出来 把粘了化学试剂的姨妈筋 弄在了无人机上 确认可以放下后 一加三口就开始盯了无人机了 我们所在的这栋楼 位于小区最里面 这样悄咪咪地放下去 倒也不引人注意 为了安全 我爸操纵了无人机 把姨妈筋放在了 保安室后面的树上 无人机回来后 我妈连忙开始清理 家里的血腥味 虽然时效只有三个小时 但是万一呢 安全起见 我还贡献出了自己的香水 把饭热好后 刚吃两口 我就听到了小区里的响枪声 我爸抓起还没吃完的鸡蛋饼 就去盯烧了 只见小区保安室 那不知什么时候 聚集了一群丧尸 有的全身破破烂烂 一看就是初期就被感染了 有的只能看出面色清白 一看就是一边不久的 那群人见丧尸越为越多 已经乱了阵脚 可若想走 他们的车还停在 保安室那边靠门的位置 只能杀出这个丧尸堆 枪声不绝缘 都不知道 他们是不是攻破了 哪里的武器库 不然哪来这么多子弹的 活着的人是智慧生物 尽管那群智慧生物身上还有枪 但毕竟架不住丧尸多了 我突然看到 这群丧尸里 好像有个领导者 是个穿裙子的都市利人 说是都市利人 完全是因为 那丧尸一身小香蜂的打扮 只见他站在一堆丧尸之后 并不前进 但通过望远镜 可以看出 那都市利人的手 似乎一直在指挥着什么 我连忙将这个情况 告诉了爸妈 我爸一脸凝重地 接过了望远镜观察了一下 缓缓地点了个头 看来 丧尸已经进化出了智力 只怕他们会一直进化下去 现在的重点就是 他们会进化到什么程度 这件事实在太过沉重 我妈说完了碗筷 就看见我和我爸两个人 在那拖着腮 唉声叹气 对游的伸手拍了拍 行了 我们思考这个问题 也没有什么意义 与其思考这个 还不如思考 今天有没有给那些菜浇水 还有就是 琴琴 你该去睡觉了 别操心 我妈一边说 一边推着 我去房间睡觉 被我妈这么一说 我爸也不叹气了 拎着水壶 就去给种子浇水了 下的雪还是没有化完 小区门口的那场战争 总算结束了 拿枪的那几人 仅有三人成功上车出头 挨挨白雪上 四处都是星星点点的血迹 末世第二十天 今天外面突然来了无人机 这和我上辈子的记忆不吻合 但上辈子为了减少消耗 我一天吃得很少 一般时间都在昏昏沉沉的睡觉 这样一想 或许上辈子也是有无人机的 可能只是 我在睡觉没有听到吧 无人机说 国家在沿海地区建立了安全基地 有人把守 很安全 呼吁居民自己前往安全基地 随着无人机一起来的 还有物资 记着红色带子的物资 从飞机上掉落 里面有药品几瓶矿泉水 还有几个面包 而且声明 物资只会提供五天的量 说白了 是逼着大家去安全基地 物资一洒 我就看到很多人冲了下去捡物资 还好这个小区里的丧尸 被我妈的方法引走了 不然就这样的 只病多少人死在丧尸口中 我爸看到了地上的物资 一边给种子浇水 一边来了一句 还好这个小区人少 如果我们这个小区人多呢 有限的物资 无限的贪婪 那时候不用丧尸 人类自己就能把自己玩团灭了 下午的时候 我看见小区里面 似乎开出去的几辆车 这几辆车显然都是认识的 应该是几户人家说好了 一起前往安全基地 路上人多 就是遇上丧尸 能够生存下来的几率 也会高点 但是 人多真的安全吗 国居的物资 果真只提供了五天 到了第六天的时候 小区里前前后后 开出去了十几二十辆车 但是通过我们的观察 之前出去找物资的那家 并没有出去 想来也是 那户人家一个小孩一个老人 应该只有那对夫妻两个 有战斗力 在物资充足的情况下 为什么要出去呢 丧尸爆发的第二十八天 我爸值班的时候 发现对面隔壁的那栋楼里 放出了无人机 直奔我们这边来 一家三口打了个眼色 还是把无人机上挂的纸条 拿了下来 你好 我们观察你们很久了 我们没有恶意 你们应该也知道 我们物资充足 想必你们也不会少 我们想和你们达成联盟 一起放哨 我问了自己父母的意见 我妈看着我和我爸的黑眼圈 点了点头 虽然我们不愁吃穿 但每日八个小时的钉烧 实在是太累了 尤其是我妈还不能熬夜 夜里都是 我和我爸两个人轮流钉烧 白天又不能真的 无所顾忌睡过去 短短一个月 黑眼圈都熬出来了 结盟吧 就算他们那边 只能夫妻两个钉烧 我们也会轻松很多 无人机在飞回来的时候 那户人家还送了一把小青菜 出乎意料的 那户人家表示 自家可以有三个人钉烧 我爸这下可高兴了 这样一来 我们每个人 每天只需要钉烧四个小时 这可轻松不少啊 两户人家的结盟 就这样定下了 以示友好 我妈找了一瓶老年人 专用钙片放了进去 那户人家有老人 想必他们虽然物资多 但应该没有那个闲情意志 拿钙片什么的 毕竟钙片不是必需品 加了三个人值班后 一家三口纷纷觉得轻松许多 丧尸爆发的第二十九天 又下了一场雪 丧尸爆发以来 像我这样后知后觉的人 都能明显感觉到气温的反常 虽然A是冬天本来就冷 但也没有冷成这样 雪一场接着一场的 我动的手指通红 我妈抱了两床被子 和几个军大衣 到了沙发上 又把家里的折叠床并了过来 我们也在沙发上打扑克 现在是对面那户人家值班 我们也乐得清闲 我还插了一包薯片 一边吃着一边怂恿 我妈也来点 我爸估计是又要竖牌了 连忙表示他要去做饭 自从天气冷得不寻常以后 我们吃的菜几乎都是一锅炖 暖暖和和的吃着舒服 今天吃的是面条 里面加了鸡胸肉 放点辣酱 我吃了满满一大碗 吃完以后 身上终于暖和起来了 我妈浇融化后的血水又放了放 确认不是那么凉 就拿去浇菜了 现在的水虽然很充足 但是还是要以防万一 我们不知道丧失什么结束 节省点总是没有错的 雪还是没停 纷纷扬扬的大雪 把之前的血迹盖住了 连带着气味也没有了 天地之间只有一片哀哀白雪 这几天我没有再发现 小区有人出去或者进来 想必除了我们一家 还有对面隔壁那户人家以外 小区其他的人都去安全基地了 或者是没撑过这场寒冬 我爸种的小青菜长是喜人 我们家已经吃了一波了 还送了点给另一户人家 对方回赠了两个鸡蛋 鸡蛋可是稀罕物 主要是我爸怕有声音没敢养鸡 但我妈说过 有钱人家可能会在家里 弄个静音的养鸡房 一是吃着安心 二是避免扰林 想必那户人家家里 本来就是有养鸡房的 我这个房子总共只有一百多平 光是放物资都拥挤不堪 哪来的空间在弄养鸡房 当天晚上 我妈用鸡蛋搞了个蛋花 又下了点面吁吁 我吃下去 整个人都舒服了 夜里睡觉的时候 北风速速地吹 天气实在是反常 我冷得实在睡不着 当初买物资的时候 我问过要不要买电热毯 但是爸妈觉得 我们的店只够基础的 实在是运作不起电热毯 就放弃了 我正打算去盯烧的时候 我爸妈房间的门也打开了 情情 是不是太冷了 我妈起来去阁楼上 一天出门的时候去买的 当时就是怕天气太冷了 晚上估计不好睡觉 一人分了一片后 我又拿出来一包 这一包里面有石片 明天把这个送给那户人家吧 那人家里有老人 估计不好睡觉 反正我们就晚上一人一片 三大箱呢 肯定够用了 果不其然 第二天把东西送过去后 那户人家送了一块肉过来 上面还有一张纸条 看得出来应该是那小孩写的 谢谢你们 奶奶腿不好 怕冷 有了这个 奶奶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其实当初决定结盟的 主要原因就是 这户人家看着不坏 和平时期尚且有人不顾老人安危 何况现在漠视呢 况且那户人家对老人真的不错 我清楚地看到 那对夫妻拿物资回来的时候 拿很多老年人专用斗奶 再怎么样 心里应该都是不坏的 据这几天有来有往的交流 我越发觉得这个决定是对的 丧尸爆发的第三十一天 下了雨 路面上挨挨白雪 结成了冰 摸过来几只丧尸 其中一只在冰面上打了滑 再也没有起来了 我一边发呆 一边想着 昨天给那家的小孩子 送过去两本书 也不知道他读到哪了 好不容易来了个 正在学习中的孩子 一下子把我爸妈退休了 多少年的热情 给激发出来了 每天布置点作业 再批改批改 错的地方 不懂的地方 一笔一画写出来 末世前随处可见的东西 在如今莫名地 让我看见了希望 两家人不是没想过 在一栋楼生活 毕竟我家隔壁是没有人的 要是我也有 所以开始说是用来放垃圾 但是当时 我爸和我商量了一下 还是决定把垃圾扔去 后面的小壶里面 根据我们两家人的观察 最起码方圆五公里 只有我们两户人家了 两家人不可谓不安全 最终决定不住一起的原因是 过来不方便 虽然近归近 但是万一呢 万一途中出了什么意外呢 本来物资充足 可以一直躺着 还是不要多此一举了吧 这一决定 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通过 我妈把冰箱里面 剩下的十几个饺子送了过去 饺子这东西 费面粉费馅料 不是我们小气 而是物资真的要节约 那户人家男主人姓胡 妈妈姓吴 胡先生末世前 是一家健身机构的教练 吴女士是医生 那天吴女士正好休息 打算和胡先生 下午带着老人孩子出去玩 就这样 一家人幸运地活了下来 医生啊 末世多么稀缺的职业 他们出去的那次 差不多搬空了一个药店 要是真的不缺 甚至还问我们一家 需不需要什么药 末世爆发的第48天 不知道从哪跑进来一个女人 穿着羽绒服 踩着运动鞋 头发凌乱 一边跑一边喊 喊的也不是什么话 应该只是惊恐之下 下意识地通过叫喊排解恐惧 我们没打算出声帮忙 就怕对面那户人家出声 万幸的是 那家人家显然也是思虑良多 我们明明观察过了 方圆五公里以内没有人 只有丧尸 这个女的从哪跑出来的 怎么跑过来的 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 怎么杀出丧尸重围 来到这个小区的 上辈子 我没活到这个时候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并不妨碍我们两家人 保持高度警戒 那女人不知道跑进哪栋楼里面去了 一时之间看不见了 小区门口又来了一辆卡车 从车上跳下来 十几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有男有女 我连忙把家里的遮光莲 全部放下来 之前我们为了种下的种子 遮光莲都会拉起来一点 现在顾不得种子了 我妈也放弃做饭 从厨房里出来了 拿了几个面包出来 又烧了点水 将就一下吧 小心 下午的时候 那群人还没走 从车上搬出了一些吃的 十几个人就围在那吃了起来 最近睡得足 天气冷 连带着我爸妈也睡起了懒觉 晚上的时候 一家人全在钉烧 只见他们灭了火 留了两个钉烧 其他人上了车 应该是要睡觉 我眼间的发现 白天那女人 好像在一点点的 接近那一车人 我摸不准她到底要干嘛 却见那女人一边接近 一边拿东西划伤自己 再接近了 小区里前些日子 摸过来的丧尸也过来了 钉烧的发现了 连忙喊醒了人 那女的跟疯了一样的冲过去 最后以那一车人急忙离去 我们不知道 她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让那女人不顾自身生命 也要咬下她们一点肉 那般决绝 那女人被丧尸咬后 开始原地打转 看到这样 所有的人情绪都低落了起来 我妈问了一句 如果我们白天救救那姑娘 那姑娘是不是就能活下来了 妈 我们只能救下自己 下半夜 应该是那户人家钉烧 我们一人拿了一个暖宝宝 就去睡觉了 自从上次送了一袋暖宝宝过去后 我又送去两包 惹得那户人家连连说不要了 说是就老人需要 家里被子多 他们其他人抗动 这几天 太阳也不好 除了两个冰箱 其他需要电的电器 都是等用石再给连上 仔细想想 也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洗过澡了 天气冷又要节约水 倒是谁也没提要洗澡的事情 丧尸爆发的第五十天 家里种的韭菜冒茶了 绿油油的 我激动的厉害 一整天什么也没做 光丁着韭菜冒芽了 喝杯水也要看看韭菜涨没涨 吃完饭了 要去看看韭菜涨没涨 冰箱里还有不少柠檬 完整的柠檬 可以在冰箱里存放长达三个多月 我妈当时买得多 我从冰箱里拿了蜂蜜出来 又切了柠檬进去 做了蜂蜜柠檬水 一家人每天吃饭 搭配都不错 从丧尸爆发到现在 居然连口腔溃疡都没有 既然韭菜已经冒出绿色了 那想必等到天气暖和了 肿下的剩女果黄瓜西红柿什么的 也都能吃了 囤的那些苹果 除了有些粘罢了 其他的倒还好 倒是橙子看起来不太好了 剩的有点多 吃不完也是浪费 我爸用无人鸡一烫一烫的 给胡先生一家送 无人鸡再重不行 难得我爸有这个耐心 终于运完了 得到了胡先生一家赠送的鸡蛋五个 这些天我们了解到 胡先生家的确有养鸡房 当初也就是胡老太太的一时兴起 未曾想在末世中用处如此大 不过也就养了两只小母鸡 末世开始前一周左右鸡 才开始下蛋 一天就下那么一两个 这五个鸡蛋 胡先生一家也是攒了几天 我妈想着 胡先生一家有老人有小孩的 还送一次为C过去 晚上的时候 我下厨煮了面 握了三个糖心蛋 还留了两个 妈 你明早和我爸起床 记得把那鸡蛋吃了 你和你爸吃吧 我不爱吃鸡蛋 我们物资虽然充足 但是像这种肉啊蛋啊什么的 吃了就没了 上次我烧可乐鸡翅的时候 爸妈他们一个劲的白手 说不爱吃 但我能不明白吗 我妈她就爱吃个鸡翅 我爸又爱吃甜口的 近几年因为年纪大了 吃的少了 但绝不可能不爱吃 实在是在家闷得太久了 这一下子就把我脾气击出来了 那行 你们不吃我也不吃了 过了会儿我才开口 爸妈 我们物资是充足的 我知道你们是怕最后物资不够 把所有的都留给我 但是你们想想 如果我们这么多物资都不够的话 那最后只留我一个 我怎么活下去呢 你们还不知道我吗 我什么都不会的 没了你们 我可怎么办 一番好说歹说 总算说通了 我爸表面上什么也没说 默默的又增加了每天在跑步机上跑步的时间 我凌晨起床守夜的时候 看到我爸刚刚守完夜 打算去睡觉 连忙拿了暖宝宝给他 爸 去睡吧 好像一夜之间 天气就暖和了起来 但为了保险起见 我妈硬是不让一家人把被子收起来 果不其然 夜里温差太大 若是盖的少 肯定是要感冒的 似乎就是从天气暖和起来开始 丧尸又开始变多了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 浑身血污的 三五成群的丧尸就冒出来了 之前我们观察到了 丧尸智慧化 似乎也就只有个例 到现在为止 只有那么一个罢了 大部分还是遵从本能 寻着血腥味和动静奔来奔去 每次去天台上厕所的时候 都能闻到空气中的腐臭味 更加严重了 似乎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发酵 直熏的人要撅过去 丧尸爆发的第五十九天 韭菜冒得极快 已经可以吃了 我妈喜洋洋地把韭菜收割了 又送了一点给胡先生一家 剩下的让接着掌 无人机回来的时候 带回了小半袋肥牛和一张纸条 注意 好像有湿潮 离得远看不太清 今晚我们家这边两个人守夜 你们也派一个守夜 全家开始进入一级警戒 我急急忙忙煮了点粥 然后又检查门窗和遮光帘 晚间的时候 我和我爸一起留下来值班 我妈一步三回头交代 饿的话记得用微波炉把粥热热 有事记得叫我 大概凌晨三四点左右 我突然听到了极大的动静 像是地动山摇 连着整个居民楼都像震动了起来 小区内的太阳能露灯早就已经坏掉了 只能看到黑压压的一片 像是一片黑海 黑压压的看不到边界 我害怕的下意识抖了一下 我爸看到了失潮 反而松了一口气 却热了周端给我 我估计他们不会停留 莫名的太阳一出来 这些丧尸就不动了 只能看到小区不远处一大片丧尸 我妈早上起床的时候 被吓得不行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她 妈 今天就不要做饭了 这么多丧尸 万一发出什么动静 太危险了 随便吃点面包吧 下午补完觉起来 我又开始凑到窗户边观察 难道他们怕太阳 为什么 丧尸最开始爆发的时候 我记得他们不怕太阳的 丧尸爆发的第60天 当天晚上 依旧是我和我爸留下来一起值班 我妈实在是睡不着 也过来一起值班了 还切了最后几个橙子 这几个橙子 已经几乎没有什么水分了 也就吃个橙子味 从天黑到现在 这群丧尸还是没有移动 不 准确地说 从凌晨到现在 这群丧尸没有移动 大概半夜12点左右 这群丧尸终于动了 丧尸太多了 光是移动起来 都能感到地洞山摇 我不禁捏紧了手 幸运的是 尸巢没有经过这个小区 从小区前面一点 静止往南走了 我清清楚楚地看见 这群丧尸没有痛觉 只会往前 遇到障碍物 也不会绕路 只会前扑后继的横冲直撞 这尸巢威力到底有多大 七层的居民楼 在丧尸前扑后继的撞击下 分崩离析 我吓得说不出话来 一转头 只见最淡定的我爸 都出了一头冷汗 我们不敢想象 如果尸巢 经过这个小区怎么办 我们只会落在尸巢里 前后左右都是死路 徐氏真的被吓到了 我妈第二天就发烧了 还说我爸发现的不对 都下午了 我妈还没有起床 连忙跑过去看看 这才发现 我妈面色驼红地躺在床上 一摸额头烫得吓人 我爸急忙找来了药箱 我熬了粥 熬到软软烂烂 给我妈吃下去 丧失爆发第67天 我割了些菠菜 用无人机送了点给对面 得到了回赠的三个包子 和两个鸡蛋 这个包子像是自家自己做的 我突然就想到了 之前买的那么多包面粉 我们一家都是北方人 偏面食多一点 但是丧失爆发以来 因为面食不太好做 还是吃米多一点 中午一家人商量了一下 决定包个饺子和馄饨 饺子包韭菜鸡蛋的 韭菜已经割了两波了 这东西长得快 也老得快 鸡蛋没有多少 我们也没囤 就是胡先生一家 送的那些没吃完的 馄饨包猪肉和牛肉的 这可是个大工程 我连忙洗了手 去帮忙包饺子 包完后 还分了一半 给胡先生一家 胡先生一家真的不错 可以说 在末世之中 胡先生一家 给了我们最诚挚的善意 丧失爆发的第191天 这些城市 应该已经没有活人了 那次失潮以后 我们观察到 又有不少人结伴而行 开车逃离 A市的物资本来就不多 更别提在丧失爆发之前 A市还有两个疫情管控区 快递都进不来 这半年以来 我妈不止一次 分析过丧失爆发的原因 每次都会往疫情上面猜测 我妈觉得 这次丧失爆发 是国外的病毒所导致的 借着疫情而爆发 自从进入了夏天 空气的腐臭味更加严重了 偶尔也会见到 几个油荡的丧失 一身破破烂烂的 满身血污 空气中的腐臭味 实在是太严重了 每次去天台上厕所 都得戴两层口罩 而且天气极端反常 热得受不了 保守估计得有40多度 唯一的好消息 就是肿下的黄瓜番茄什么的 可以吃了 但是当时怕被人发现 种的少 只种了一点在阳台 好消息就是 我家有两个阳台 这样一算也不少了 之后我们陆陆续续 给胡先生一家 送了四根黄瓜 四个西红柿 还有两把小番茄 几个茄子和辣椒 胡先生一家 显然高兴坏了 送了几瓶清凉油过来 还写了纸条问我妈 这是怎么种的 为什么他们种的都死了 冬天有男宝宝 夏天怎么办呢 实在是热得睡不着 索性把东西收拾收拾 开始在客厅打地铺 白天把水放在冰箱里 结成冰碗上 取出来放在客厅里 好歹有了一点凉意 自从天气热了 就不能不洗澡了 还好虽然天气反常 雨水还是一样的多 把接的雨水 扔进水片 净化一遍再煮开 就成了洗澡水 剩下的再用来洗衣服 倒也正好够用 丧尸爆发的第213天 我一大早起床私日历 突然发现 原来丧尸都已经爆发半年多了 这七个多月以来 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 慢慢走向了无声器 我们好像只是麻木地活着 每天吃吃喝喝锻炼身体 然后等待国家的解救 如果没有胡先生一家 就只剩我们一个孤岛的话 估计我们早就疯了 突然想起来 还有两天就是我妈的生日了 于是一家人商量一下 决定给我妈过个生日 虽是末世 但好歹一家人 整整齐齐地在一起 做好了蛋糕 刚想给对面送去 窗帘都还没拉开 就听到了一阵引擎声 是那种大型摩托车的声音 今天是胡先生一家值班 胡先生一家 也是刚想放出无人机预警 那摩托车队就已经逼近了 速度太快了 我们连忙检查家里 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检查完以后 敲咪咪地观察 看起来像是个正经的车队 他们身着统一的墨绿色服饰 腰间配枪 到小区门口停下后 分成了两队 一队四处检查有没有丧失 一队取下背后的胯包 我视力好 清楚地看到 胯包里面装的是纯净水和面包 这一群人也没有solo 晚间的时候清理了保安室 留下人望风 然后其余人睡觉 我们不敢轻举妄动 第二天一早 这群人就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离开之前 把在小区里面游荡的丧尸 清理干净了 队伍中 一个像是队长角色的喊了一句 请再等等 我向你们保证 最多三个月 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一切 队伍末尾的一个人 取下挂在摩托车上的物资 居民们 如果有活人 我们与我们同行的安全 这一队人走后 我差点喜极而泣 我妈也是沿着嘴 差点哭出来 看来 疫苗应该是研制成功了 我们现在就等着就行 这是丧尸爆发的215天 我们终于看见了曙光 那一包物资 我们两家人都没有拿 我们的物资都很多 不缺那么一点 还是待在家里安全为上 还有一点就是 万一再有人经过呢 给他人留点希望 我还做了奶茶 育员的 用无人机给胡先生一家 送了四杯和一半的蛋糕 我妈许愿的时候 拉着我和我爸的手 我希望这场浩劫早点结束 希望我们一家人 安安全全 丧尸爆发的第219天 温度突破新高 达到了47度 空气中全部都是腐臭味 我被热得吃不下饭 好不容易吃了两口祭司凉面 就再也吃不下了 我妈找出了 昨天冰在水里的西红柿 送了几个给胡先生一家 剩下来用糖拌了 酸酸甜甜的开胃 天气太热了 我们晚上直接睡凉席 戴个外套就行 好不容易忍着酷热洗完衣服 出了一身汗 这几天阳光充足 太阳能电板储电充足 并不是带不动空调 而是空调外机安装在外面 开空调势必会发出动静 晚上睡觉 两个风扇都是不停歇的 我们知道老年人向来都是苦下的 从小阁楼里找出了绿豆 熬了整整一大锅绿豆汤 好不容易放凉了 连忙拿无人机 给胡先生一家送过去 收到了胡先生一家 送来的鸡蛋三个 这是他们力所能及 范围内很好的东西了 胡先生一家 闲少像我们要什么东西 一来是他们本身物资就很充足 二来是他们恪守着本分 唯一一次要东西 还是前几天问我们 有没有清凉贴什么的 实在太热了 老人和孩子睡不着 可这东西超市闲少有卖的 我们一家也没有存货 我翻箱倒柜 找出了以前读书时候买的小风扇 小小的 可以拿在手上的那种 想着胡先生家里人多 我把这个小风扇送过去了 又送了几个水 进过的西红柿 丧尸爆发的第二百二十二天 突然下了一场暴雨 那雨大的完全看不清 只见密密麻麻的雨点砸下来 下了大概三个小时 越下越大 突然天黑了下来 下起了冰雹 温度陡然下降的厉害 我妈拿几件外套出来 一家人披着外套看雨 雨实在是太大了 晚间的时候 我瞧着小区后面的那个湖水面 已经长出来了 地面上全是污水 爸妈 这个雨实在是太大了 今晚我留下来值班 看看这水能长到什么地步 我爸半夜醒的时候 让我回去睡觉 他盯着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 雨还在下 太阳能储量虽然充足 但是我们也不敢挥霍 幸好家里的暖水湖里还有热水 一人吃了一桶泡面 就算应付过去了 前几天还热得厉害 似乎一夜之间 温度陡然拉大了 湖里的水已经漫出来了 我琢磨着 以这个雨的架势 估计这个小区的一楼 应该是保不住了 我们家楼层高 倒是不用担心 看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我就放弃了一直盯着的打算 下午的时候 我看到小区里面 被雨水冲过来不少丧尸 在水里漂浮着 一片暗红 散发着腥臭味 也不知道那个小队怎么样了 希望他们可以找到地方躲雨 这场雨足足下了三天 自从丧尸爆发以来 气候也反常了 我刚准备用无人机 就听到了摩托车的声音 再一看 还是那天那么几个人 只是衣服脏了 全身都是血迹与灰尘 依旧是分了两个小队 随意找了地方坐下 就开始啃面包喝水 家里有一个老旧的收音机 经过我爸的悄悄打打还能用 这几天 我们通过收音机了解到 的确有人在开展救援 而且观察到这些人的行动 我们可以确定 他们是有组织的 我妈已经装好了一小份排骨 放在了无人机上 给他们送去吧 几乎是我们家无人机 飞出去的瞬间 胡先生一家的无人机 也飞出来了 那对人站了起来 警戒持枪 我看着心里一痛 漠视之下 他们怕是遭受了很多恶意 那两个无人机 在离他们不远处停了下来 看起来像是队长的那个人 小心翼翼地去查看 发现了里面的糖醋排骨 和红烧带鱼 以及一点米饭 分量不多 主要是无人机再重不行 突然就很想哭 漠视真的很考验人 虽然我们吃喝不愁 却依旧每天心惊胆战 我拉开了窗帘 将窗户打开到 可以伸头出去的地步 你们加油啊 万事小心 胡先生家的那个小男孩 也伸出了头 敬了个礼 那对人看到了我们 我也看到队伍里 有人像是哭了起来 这是漠视之下 见到活人 感受到心怀善意的激动 你们要不要上来坐会儿 给你们做顿饭 一对人进完里后摇头 我爸召回了无人机 一次一次地 把中午做的饭菜运了过去 那对人走的时候告诉我们 再等等 再坚持一下 再给他们两个月时间 一定给我们一个 安安稳稳的生活环境 那小队走之前 我爸用无人机 送了不少绿豆汤下去 这是吃饭前煮的 虽然还没有放凉 但是也消暑 我们知道自己做不了什么 只能尽一点点微薄之力 漠视爆发的第二百三十二天 那对人又来了 我妈琢磨着 可能是我们小区这块人少又安全 不需要在湿山湿海中 还要注意幸存者背后偷袭 漠视是一些 无道德感知人的狂欢 我们差不多已经熟悉他们了 见他们来了 就开始用无人机 一趟一趟的往下面送吃的 家里杯子少 我爸就用喝空的矿泉水瓶 往里面装绿豆汤 一趟一趟往下送 最后一次往下送的时候 无人机上还挂了一张纸条 问能不能拜托他们 清扫一下楼道里的丧尸 这个小队答应了 反正都是要清扫丧尸的 没差什么 我爸带着我手在18楼消防通道这儿 听到人敲了敲门 我爸打开了消防通道 入墓地是十几个穿军装的小伙子 楼层太高 天气太热 这些人出了一身的汗 我爸不愧是当老师的 发动了三寸不烂之舌 好说歹说 把这群人劝上去了 楼上 我妈早就烧好了一桌的饭 对不起啊 用这种方式把你们骗上来 一群人一边吃饭 一边和我妈聊聊天 你们运气真好啊 在爆发初期就找了这么多吃的 你们不知道 就短短几天 外面就成了人间炼狱 我妈编了个过来和女儿一起开店的故事 真真假假餐掺在一起 自丧事爆发以来 我们一家人再也没有出去过 自然不知道外面是个什么情况 就不禁问多了点 和我们猜的差不多 这是全球性的灾难 救援从经经济心脏区开始 一路救援下来 不少城市已经安全了 正在灾后重建 只是国民损失惨重 太多的人死在了这次灾难之中 许是吃多了饭 说多了话 队伍里那个明显年纪小的 差点哭出来 但是穿了这身军装就得对他负责 送他们走的时候 我还拿了不少罐头给他们 这东西体积小 味道也不错 可以改善一下伙食 天天矿泉水加面包的 能吃出个什么劲 这一对人走的时候 还提醒我爸重新打锁 把楼倒锁起来 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 丧事爆发的268天 我正在做蛋糕 末世没有爆发的时候 我就对烘焙感兴趣 但是一直进不下新作 现在倒进得下来了 那个小队的人又来了 随之而来的 还有无人机的广播声 亲爱的市民朋友 冬天终将过去 希望总会来临 目前A市已经安全 国家在A市驻扎了防守人员 我们将竭尽所能 保障您的安全 听到广播 我突然就哭了出来 终于结束了 丧尸爆发的第280天 全国范围的丧尸 全部被清扫干净 丧尸爆发的第317天 世界上最后一只丧尸 在欧洲被击毙 这场持续了近一年的浩劫 终于结束 虽然给人类带来了 不可逆转的伤害 但人活着就会生生不息 翻外 胡先生一家 那场浩劫已经结束三个多月了 胡松偶尔还是会被吓醒 梦到丧尸爆发 他真的觉得自己太幸运了 自己是健身房的教练 他老婆是医院医生 那天两人休假 自己儿子那几天身体不好 索性请了假 各种幸运加在一起 竟然让他们活得很安全 胡松记得清楚 那天他像往常一样 要去养鸡房喂鸡 养鸡房是自己妈妈闲的没事弄得 胡先生家底优渥 父亲死得早 母亲跟着他们一起住 老太太年纪大了 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中华精神 让母亲喜欢上养鸡 他被人投诉 还弄了养鸡房 全家都贴了静音装置 一开始 胡先生是不支持这样做的 看着都麻烦 还是自己老婆来了一句 现在吃点自家鸡下的蛋 多健康啊 老婆大人都发话了他 自然不能说什么 还没进养鸡房 胡松突然听见了惨叫 声音太大了 一下子就把吴女士和儿子惊醒了 老太太正在做饭 听到声也过来看 胡松无比庆幸 自己家住在17楼 如果住在一二楼 以老太太的性子 肯定要下去看热闹 这一看就看出了不对劲 还是正在上初中的儿子 突然冒出来一句 怎么那么像丧尸啊 胡先生和老婆对视了一眼 吴女士突然想起来 前几天听ICU的医生说了几句 感觉不太平 病毒可能又进化了 真怕像丧尸一样进化 他当时说什么来着 不愧是实验室出来的病毒 两个人瞬间就想到了 对 就是丧尸 他们也是丧尸片的发烧友 如此明显的特征 怎么会不知道 小远 你和奶奶在家 千万别出门 爸爸妈妈去锁安全通道 胡先生说着 就和吴女士出了门 他们当初想的是多买几层 将来小远结婚 就住在他们楼下 附近大厂也要建好了 以后可以租出去 所以从13楼到17楼 都是他们家的 因为大厂还没有建好 房子也没有租出去 如此 他们倒安全不少 再二人锁好安全通道到家前 小远已经把情况 给老太太讲了讲 老太太是活了半辈子的人 小远怕老太太不相信 还打开了电视给老太太解释 他们回来的时候 老太太已经在清点存货了 小松 家里吃的最多够一星期 是了 他们都不爱囤货 总想着吃的时候再买 就算疫情爆发出气被疯 在小区挨饿过 也没有改过来 一家人心事重重地吃着早饭 吴女士收到了医院同事发来的信息 说医院已经全部沦陷 他们全部回不去了 全世界各地都爆发了 一定要再出气囤货 救援需要时间 这个同事是个官 比吴女士小十岁 平时经常跟着吴女士回家吃饭 一家人都把她当成小妹妹一样 在昨天 吴女士还邀请她今天过来吃饭 小姑娘笑着说了好 一夜后 小姑娘就跟她说 姐 我出不去了 你们保重 吴女士几乎要哭出来了 吃完饭就跟胡先生商量 去囤物资 虽然物业发了信息 但迟迟不见行动 他们便知道只能靠自己了 刚说到要靠声音引开声音 老太太就发话了 我去引开这东西 小远还小 我年纪大了 活够了 就算我也变成那东西了 也跑不快 对你们没有威胁 老太太是个好妈妈 好婆婆 简直把她宠成了亲女儿 从不插手他们夫妻间的事 从来不拉偏价 就算他们吵得厉害 也只是烧好了饭 来一句 吃完再说 有老太太 再是他们的福气 小远突然来了一句 爸 我想到了 我们去年不是买过一个无人机吗 去年小远小学毕业考 考得非常好 胡松大手一挥 就给小远买了一架无人机 对呀 不巧的是 无人机坏了 小远拍着胸口保证 说给她一天时间 绝对能修好 胡先生和吴女士正好趁着这个时间 观察一下丧尸的习性 第一天观察的时候 他们就发觉 早上太阳刚出来的时候 那群丧尸反应好像慢点 晚上的时候 小远无人机才修好 还要试行 那就再观察一遍吧 结果第二天发现 半夜丧尸反应也会慢点 既然观察出来了 丧尸活动的一些特征 夫妻俩决定早上就走 他们的车就停在小区里面 只要到了车里 就安全不少 老太太列了一张清单 显然是怕他们慌乱之下瞎胡拿 胡先生想了想 加上了太阳能电板 万一停电了呢 一家人商量着 小远和老太太 在13楼放开无人机 释放一个错误信号 万一有人上来抢 也只会上错楼层 第二天一早 夫妻俩就开始收拾了 临走之前 吴女士低头亲了一口儿子的额头 小远 如果我和你爸爸回不来了 你和奶奶一定要好好的 说什么胡话 你们两个一定会回来的 按照昨天商量好的方法出去后 才发现外面丧尸多的可怕 但好在他们小区位置偏 没有太多的丧尸 胡先生是健身房的教练 吴女士学过散打 最后他们也都平安回来了 SUV不大 他们塞的满满的 都是罐头和素食 两人回头的时候商量着 送回去后再出来一趟 抓紧把东西囤好 后期丧尸肯定会越来越多 他们把东西送回去后 老太太和小远说什么 也不让他们走了 胡松拍了拍老太太 妈 你从小就教我 做人要顶天立地 如今 我和小吴两个人的顶天立地 就是保护你和小远 小远 你是男孩子 勇敢点 这次出去不太顺利 不知道哪来的丧尸突然冒了出来 幸亏吴女士及时冲了过来 一击毙命 这次他们东西多 胡先生发现了一辆大货车 货车钥匙还在 司机却不见了 胡先生的驾照是大车驾照 连忙把东西往货车上搬 回去的路上 路过了药店 吴女士先停了车 胡先生立马就知道 她想干什么 连忙也停了车 药店门没关 估计里面的钥匙 早就变成了丧尸 只是不知道逃去哪了 吴女士懒得看都是些什么药 几乎要搬空药店 两个人回到家的时候 老太太已经做好了饭 吴女士发现 老太太估计是哭过 妈 我们平安回来了 但是我们晚上还要出去一趟 他们家里不需要加固了 当初装修的时候 因为有老人小孩 用的都是最好的窗框 玻璃虽然不是单向的 但是周光连后的很 他们晚上出去的时候 直奔麦德龙 麦德龙的丧尸 比他们想象的多 两个人没想着分开行动 一起出来的 就要一起回去 胡先生出来的时候 带了备用机 两个人先把车子开远 后的手机闹铃 然后立马回去 剩下的丧尸就好解决了 他们急忙把东西 往卡车里面装 吴女士也有大车证 完全是当初一时兴起 陪着胡松一起学的 这么多年也没有开过 话是这样说 但吴女士完全不怂 没事 相信我 他们这次运了 两辆卡车的物资回去 第二次又运了 两车的物资回去 最后实在是不缺东西了 才开着自家的SUV回去 吴女士还搬了好多水果 经过种子店的时候 没发现人也没发现丧尸 就拿几十包种子回去 泥土什么的 家里多的是 大步了把花拔了 他们这次回来 就不打算再出去了 安心等救援 吴女士显然想得更细致 在13楼14楼的房子里 落了点吃的 弄得狼狈不堪 像是被抢过 然后才回17楼 他们就这样安全地活了下去 吴先生订了值班表 老太太年纪大了 就不值班了 小远年纪小 一天给他值4个小时差不多了 剩下的一人10个小时 累是累点 就算是这样 说有安全基地的时候 他们也没想着去 还是不要冒险了 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就很好了 小区里人走得差不多的时候 胡先生注意到了许晴一家 那户人家很谨慎 很小心 如果不是胡先生 记得丧失爆发前几天 那栋楼有家人囤吃的 后面一直观察那栋楼的话 也不会发现 胡先生把这件事 和那家人讲了一下 最后还是老太太发话 问问要不要结盟 一起值班 不然你们俩太累了 他们也过不来 我们安全得很 多幸运 他们在末世中 遇到了许晴一家 大冬天的老太太 被冻得整夜睡不着 许晴一家送来了暖宝宝 夏天热得不行的时候 他们送来了绿豆汤 送的东西 在末世之前 那么的不值一提 末世之中 却那么的弥足珍贵 多幸运啊 有人一起扛风雨 在这末世之中 他们不再是一座孤岛 浩劫结结束的时候 许晴一家 邀请他们一起过去吃饭 吃饭时候 两家人莫名就哭了出来 他们总以为 末世之中 有吃有喝就很好 然而那些末世发生了一切 看见的一切 早已磕进了骨血 夜深人静的时候 总觉得哪里有喊叫 然后猛地坐起来 披上衣服就去窗前 一睁眼就是一夜 浩劫结结束了 但是经历过的不会忘 两家人都参与了 末世后的重建 吴女士更忙了 经常深冬半夜才回家 胡先生总会等在楼下 等着吴女士回家 那些噩梦般的事情过去了 但过去的事情 对他们带来的伤害太大 一时之间也难以逆转 小远重新回去上学了 学校里人少了很多 一个年级 甚至凑不起一个班 班主任老师看着看着就哭了 这些学生真的就是希望啊 虽然人不多 但起码知识会传承 人类会进步 心怀希望 总会生生不息